宝贝怎么不在自驾公司上班 是我哪做的不够好吗 你要靠自己 云顶集团 好的期待与您的合作再见 哇米莉又来下一单 这个月又是第一了吧 自从米莉来了之后 我太太就一直是第二了 米莉你帮大家点杯奶茶吧 哦好 你们的奶茶到了 米莉请大家喝奶茶了 大家不要自己 哇太好了 我没说过呀 你都拿了这么多单子了 都不舍得请大家喝一杯奶茶呀 米莉原来你这么小气啊 我拿多少单赚多少钱是我的事 你让我帮忙点奶茶 就让我付钱 是你人品的问题 我请大家吃下午茶 随便吃什么都行 但这奶茶 你自己付 大大怎么这样啊 大大 剩奶茶你喝吧 就一百多块钱吗 准你就是了 你不是很厉害吗 这个方案你来做 我不做 这可光过到大家的KPI 要是没谈下来的话 大家这个阶段的奖金可都没了 米莉你做做一下吧 你这么厉害 对啊对啊 大家的奖金可都碰你了 行 我做 终于做完了 等一下就可以去饭了 快点 总经理和客户都在卫士等你呢 文件去哪了 你不会是没有做出来 随便找到什么借口吧 大家的奖金可都靠你了 快去行我去 甲方晚点嘞 你先汇报一下吧 我们的这个方案 嗯 好等会你就这样说 打开律师没问题的 总经理 这明明是我的方案 您看 所有的细节都一模一样 确实一模一样 米莲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总经理 您不相信我 这个证据确凿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难道我上林集团 总裁的夫人 还需要抢别人的 我的甲方 竟然就是我的老公 毕总 您可算来了 米莲的方案 是他每晚在家加班完成 如果没有他 我根本不会把你们公司 纳入口味犯 你们还敢说是他偷的方案 真的是上林集团 总裁的夫人 你居然偷米莲的方案 这样抢占功劳 道德败坏的人 我们公司不需要 你去财务领工资吧 余总 工作解决完了 我们可以一起过七夕了吧 我已经订好 你最喜欢的餐厅了 妈 这就是我女朋友米莉 你 你的神秘对象 竟然是我儿子 姐你先别着急 我带了个凉晨 哎 鞋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这刚脱了的地 我还没说你把鞋给我弄上了 再说公司找你来的就是站着呢 哎你给我站住把同夫起来 阿姨我来帮你 哎谢谢谢谢 这姑娘看着就好看 但是你挺面生的呀 哦我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我哎呀 阿姨我先走了 我上班快迟到了 哎 别叫阿姨叫姐 这公司我熟得很 以后我照着你 在看什么呢 是不是在看你对象 来跟姐说说 哎呀姐 那八字都还没品呢 她都十分钟没红消息了 你说她会不会不喜欢我 胡说 你这么优秀心底又善良 嗯 这长着嘛 有鼻子有眼的 这头发也好看 哎 别泄气嘛 这俗话说的好啊 女追男隔层杀 加油 你肯定能追到的 嗯 一样 喜欢我儿子怎么不早说 要不然能省多少麻烦 你说我生不生气 跟我这么近晚 当然伤心了 这是给你的红包 没有啊 我不许交接 谢谢姐 好 欢迎 弥总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全职妈妈 你认为你有什么优势 全职妈妈我都做过 没有什么比这更艰难的工作 所以我比之前 更能胜任高强度的工作 你被录取了 我欣赏勇敢的人 谢谢弥总 弥总 你为什么录取她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可是云顶以前的创意总监 这次团队的作业呢 我们先划分一下任务吧 我负责文案 阿文 你负责做PPT 佳佳 你就负责市场调研和汇报吧 好 我能为大家做什么吗 大姐 你和全职妈妈能做什么呀 我们又不是幼儿园 你就负责 这几天跟大家买咖啡吧 我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角色更丰富呢 你总的要求高 又要能打动人 又要创新 确实难 你们的咖啡到了 你能不能不要来添乱咬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姐就是这样 你离她远一点就好 你没有看见我们都在忙嘛 是她自己拖过来的 问我什么事啊 本来做不出来就心烦 这个方案 是角色不够丰富的问题 要不让我试试 大姐 你都已经有五年没有工作了 到时候你坐着 交上去 你总怪这下来 是怪你还是怪我呀 大家都加班吧 这些努力 怎么又要加班 在这里加班 就不会打扰到大家 就是我的方案解说 是不是差点什么呀 我认为 我们的人物重点 有一点偏颇 这个方案里的主角 是妈妈 是女儿 是妻子 可是更是她自己 我们应该把重点 放在她人的本身 而不是她附加的角色身上 嗯 没错 小陈 你真是太厉害了 平时我们都小瞧你了 小陈可是云顶的 前创意总监 你们没看出来啊 小陈 你居然是那个 鼎鼎大名的 前创意总监 听说她以前 在云顶的时候 数据飞升啊 原来 后面是生孩子吃了 再其位谋其职 小陈竟然是创意搞 就不应该让她 做买咖啡的杂事 全职妈妈 在当妈妈之前 也是职场上的女强人 我们作为女性 更应该明白 女性的职场困境 让全职妈妈 回归职场后 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代代 你说呢 我知道了 米总 对不起啊 小陈 以前都是我的错 没关系 希望以后 我们合作一块 那有将有罚 就罚代代 这个月的奖心请大家喝咖啡吧 没意见 老包想去哪家公司随便挑 这几十家都是我的 就这个吧 不过不能告诉别人 我们有关系啊 我不选藏的 好 总经理你要走 经理和财务权有一堆啊 呃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 看来这个人 牛不懂 准备下班 站住 我都没走 你凭什么走 我说你这个新人懂不懂规矩啊 我当年要像你这样 早就被开除了 经理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学狗叫 你放我走 行 学的像一点 我都没走就敢走啊 你一个新人 没一点也不 我当年要像你这样早就被开除了 你 糟了 我感觉我又进来了 我用这考虑也为什么 公司是你睡觉的地方吗 对于你公司 合纪了 好好好 经理 我今天不舒服 你关个人 我要是说不行呢 而且这个文件很重要 要是因为你耽误了 你明天就不用再来了 行 我去我去 经理根本就不是这地方 我发错地址了 你重新跑一趟吧 故意的吧你 糟了 还好 还想坐电梯坐 我不信这样折磨你 你还不住 哎终于回来了 雷索了工作时间修什么电梯啊 我去 记得不要了不要了 我今天吞着紧身牛彩骨 真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非得整我呀 我恨不得把掉他一层皮 真是的 说我坏话是吧 你被开除了 凭什么呀 今天敢骂上司 明天就敢骂客户 你这样素质的人 公司 哈哈哈哈 你还认吧 我都想了 还不赶紧收拾你的东西 去办离职 我看要离职的人是你 总裁好 总裁 敢欺负我总裁的福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 你明天不用上班 我看不见 啊我快死到了啊 我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总裁您没事吧 啊 嗯这是什么我没事啊 哦 这丫头得罪了总裁 看我怎么帮你 终于做完了 可以休息一下了 米莉 今天公司要做检查 你去把门口的快递 全部搬到仓库去 哦 对了 今天电梯维修 记得走楼梯 我 我呀 你叫我去搬快递 那大家都忙着 只有你有空 你不会搬不动吧 行 就是搬快递 哎呀 累积我了 米莉 这个文件去打印十份 待会儿先客户游泳 我还有别的事情 你要不安排其他同事去 哪件事情更重要 更着急你不知道吗 你要是不去 我就扣你工资了 行 我去 哎呀 掉地上了 快捡起来呀 啊 你 我去 两天之内我要一个好方案 两天 我才这时间是不是太紧了点 做不完就加班 两天之内做完做不完就加班 不是你 病吧 你这样抓头头发会掉的 不好意思啊 总裁 你也还没走啊 辛苦了 嗯 你也辛苦了 这么辛苦加班的员工 送他一个礼物 应该很正常吧 哎呀 这什么方案 烦死了 你确定这个方案是你做的 当然了 我熬了好几个通宵做出来的 这明明是我的方案 总裁 你别听他胡说 米粒的方案 可是我好几天晚上看着做的 撒谎的人明明是你 你被开除了 总裁 您不是讨厌米粒吗 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还不快滚 总裁 您讨厌我呀 我不是讨厌 清血书相思 思亲共白头 你其实有空吗 我可以约你吃一顿饭吗 总裁暗恋下属的剧情 居然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来正好 我来自做的 你让我来自动的 我来自动的 我也来自动的 你需要自动的